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土豆 我现在来到了台北市的洛阳街这里 那今天我想跟各位一起分享一斤牛肉面 这一家的牛肉面前身 它曾经是个米其林认证的牛肉面店 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板他突然收掉 他原本米其林的那一间牛肉面店 然后转而换个地点 还有换个名字 重新再开一间牛肉面 那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吃吃看这一间彩虹牛肉面 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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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在店里面了啦 像是平常啦 我来这边牛肉面街吃牛肉面的时候啊 我都喜欢点牛杂面 但是如果你对这边不熟 而且你也不清楚你今天想要吃牛肉或牛杂的时候 你可以点一个 就是牛肉跟牛杂全都有 而且更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这里有提供 正姜香醋 在吃牛肉面的时候 加入一点正姜香醋 但是我觉得它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点缀 我们去点菜吧 那各位啊 我们在等面上来之前 我们先来剥这个蒜头吧 每次吃这种牛肉面啊 咬一口蒜头再配这个面 这也是另外一种享受 那像是我啊 突然我剥蒜头啊 就是这样一粒拿起来 这样转一下 它皮就开了 谢谢 好了各位 我们的牛肉面已经上来了 那我们开动吧 嗯 嗯 没错 它这个味道跟以前的味道几乎一模一样啊 完全没变 我们就将这些蒜头全部倒下去 还会加上它旁边的辣牛油 还会加上它旁边的辣牛油 还有说哦 如果你没有办法吃那么辣的话 它旁边有比较不辣的牛油 哦 这个汤 现在里面是充满了牛油的香气啊 而且好舒服哦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加这个 酸菜 那一样哦 我们再把它搅拌搅拌 来我们先来加一口酸菜配面了 我觉得它这个酸菜 微酸的口感 还有它的香气 它让这碗面天真的不一样的风味啊 那我们再来吃一下这个牛肉 它同时带有牛肉还有牛筋的部分啊 而且它牛筋它把它煮到 入口即化 我觉得今天是以110元牛肉面水准来说 它表现得非常棒 那另外还有这个牛杂 只不过有的人是喜欢吃牛肉 有的人喜欢吃牛杂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我们来吃一个酸菜耶 我们来吃一口酸菜 阿倫看一下喔 他这牛肉最好吃的部分 就是这个牛筋啊 现在我们来吃这个牛杂的部位 他牛杂最好吃的秘诀就是 它是上面内脏脂肪的 他这个牛杂咬下去的时候 他喷出了浓浓的牛油 那各位啊 你们还记得我们稍早丢下去的蒜头吗 他这个蒜头心啊 他会让我麻痹的味觉 再次苏醒过来 因为等一下我们才不会就这样结束呢 OK啊各位 我们面已经吃完了 他这间店啊 他可以免费加汤加面 那我们再去加面加起来吧 谢谢你 OK啊各位 我们的加面来了 那一样啊 我们再帮他做一点调味吧 只不过在调味之前我们来喝喝看 他加面后的味道 有没有不一样啊 嗯是感觉得到 他的原汁汤头比较淡了 但是没关系啊 我没有拖上这些法宝 他那么回应还要跟他说 一样可以让他变得很好吃啊 真的吗 但是不过在这些法宝 我需要计划 我只觉得他这个免费加面次数已经够大家吃了 那我们刚上一碗留的牛肉啊刚好可以配着加面吃了 那各位啊你们一定会想说如果今天可以吃免费加面的话 那我干嘛点到大碗的牛肉面呢 至于这一点我刚刚有问过店家了 店家就说大碗的肉会比较多 那我们再去加面吧 我们最后吃的加面来了 那这次啊我们要做点不一样的调味了 我们来加这个正江香醋啊 这边原本的红烧牛肉面当中啊 做了一种轻轻酸的东西 酸酸的酸味了 加完这个醋啊 感觉又会再占死碗面了 感觉又会再占死碗面了 我現在已經在彩虹牛面的對面了啦 在我身後是西寧市場 它這個市場的年紀也是非常非常的老了 然而在萬華這個地方 很多的建築物它都有保有以前早期台灣社會的縮影 那來說說啦 我們今天吃這個牛肉麵的想法還有心得好了 今天我們花了110元 就可以在這邊內用享受它的免費加湯加麵酸菜還有飲料 如果你今天覺得只吃牛肉麵會有點空虛的話 你不妨來吃吃看它的特色小菜啦 只不過今天因為是宵夜時間的我想要吃的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就吃它的綜合麵 然後又加了兩次麵 有沒有這樣夠簡單的吧 而且平常我們吃宵夜不是吃便利商店 就是吃永和豆漿 可是在台北這個地方 它這邊有幾間牛肉麵都是開24小時的 如果你半夜想要來一份熱騰騰又溫柔的麵條的話 來這邊 準沒錯 那你說今天它這間店跟以前的劍頭牛肉麵有什麼差別嗎 它店內看起來整潔多了 而且我們今天的消費都是非常非常的平價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啦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喔謝謝啦 這麼巧